我還用一隻手 還不是用兩隻手 我從手就用一隻手 捏他脖子了 你站下去我找人人弄你 他說我恐慌啊 我哪有恐慌啊 慷慨涉打員工 不是掐脖 是捏脖 超越停招質疑捨棘怒了 那我就用一隻手去捏他 我從頭到沒有兩隻手 去捏他脖子了 我從手就用一隻手 捏他脖子了 重環演藝總工會 前理是長期八歲 之身一人慷慨 被爆去年在進行業務 交接時涉嫌動手 毆打員工還出手掐脖子 傷害恐嚇等公司追氣數 經坦凱先生回應 把你撥開而已 我就打你 我還用一隻手 還不能用兩隻手 兩隻手是我想掐你 一隻手我只撥開你 陪我來下電梯 坦凱稱去年交接時 改名員工突然在電梯門口 攔住他才有肢體碰觸 但沒有打人 我其實就覺得他那麼 在四十幾左右 我都打得過他 並稱對方是要協助他 搬箱子禁忌乘車 還高之說只是在演戲 我只做了一個動作 怎麼會從中都有傷 那是不是你這塊 就是故意 你甩頁錄一下 你弄上去檢查報告 你為什麼當下不做檢查 就是到檢查報告 檢查是傷害的報告 沒有 最後再做 後來更好玩的是 他跟我講 他跟我要我賠償 我說你不跟我講說 你是在演戲 怎麼就要我賠償你呢 後來他打電話 跟我講故意的 還錄音 電話錄音 就代表他有序域的 要錄音我的聲音 若心我就講了一句話 那他講話一直氣一講 我問你怎麼要想 不會 我說你要再跟我做一下 你這樣還是我打人的動 那我是在理事會動場 我弄在動 他說我恐嚇他 我哪有恐嚇他 這是我啟發他 那你覺得他這樣子 故意到麻煩的理由 和原因是什麼 我問他原因是什麼 他就阻止我 他就知道我的問題 那曹雨婷 從頭到尾的設計我 怎麼會把法院 投資的事情 傳給別人 給大家知道 那就曹雨婷傳出來的 你覺得是前女友 把這個消息放出去的 對 曹雨婷放出去的 不要前女友 康凱目前已找好律師答辯 曾與康凱辦婚業 但沒登記後來分手的 現任演藝工會理事長曹雨婷 替員工感動部設 並會給予法律協助 打了他 整個人受創傷蠻大的 我看他那樣 恐嚇他 他覺得他很可怕 他很害怕 任何人都不會喜歡 有暴力行為